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我总是略衷于结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觉得能够跟他们一起结伴而行 共同成长 是一件非常幸运而有意义的事情 但随着年纪渐长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愿意结交新朋友 开始意识到这个现象 是前段时间一个失眠的夜里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于是心血来潮地要整理手机内存 把没有意义的照片清理掉 翻着翻着才发现 竟然没有一张是和朋友的合照 我突然发现这些年来 我好像一个朋友都没有交到 仔细想想 其实我也并不是没有遇到过聊得来的人 只是在交朋友这件事上 我总是涉陷太多 就像前两天 我因为减肥没吃晚饭 这时候住在附近的同事突然给我发微信 叫我下楼和他一起去吃麻辣烫 虽然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但还是很违心地跟他说 我不是很饿 要不你自己去吧 其实我不是懒得下楼 只是不想跟不熟悉的朋友相处 害怕尴尬 害怕话题的枯竭 害怕看到别人敷衍的笑脸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 有一个快毕业的学姐 回宿舍收拾东西 走之前她跟我聊了几句 她说 好好珍惜现在的同学跟朋友吧 等你走向社会 想交个朋友太难了 当时我觉得她很夸张 交朋友算什么难事呢 但现在我才知道 并不是朋友很难遇到 而是开始工作之后 那些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里 我们都只想留给自己 懒得去社交 懒得皆是新的朋友 总觉得和朋友相处 会消耗掉自己所有的精力跟时间 所以一到周末 习惯性地睡觉 追剧 打游戏 对于别人的邀请 总是委婉地拒绝 而自己 也从来没有想过去邀约别人 习惯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 也习惯不再过问他人的喜怒哀乐 每次被问到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的时候 我回答说 一个人自由 想干嘛就干嘛 不用去迁就 那时候我以为大家都这样 直到后来有一次和同事聊天 我才知道 他们不是只有周末约着出去玩 甚至平时下班 也会一起吃个饭再回家 其实之前他们约过我 只是每一次 我都会用莫名其妙的理由拒绝 后来就再也没有约过我了 也只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不是交朋友难 而是我自己设限太多 害怕得不到回应 害怕热情被辜负 害怕自己不被需要 我心里有一千个理由 告诉自己不要去交朋友 但其实埋藏在心底的是 内心敏感 玻璃心 害怕被辜负 小时候觉得朋友是一起 分享零食的人 大学的时候 我们觉得朋友是陪我们 一起哭一起笑 度过整个青春的人 我们好像对朋友两个字的预设 有太多的重量 总觉得交朋友是一件大事 甚至觉得一定会有一个 共生死的前提 但其实它只是水到渠成的相遇 是偶尔有空可以一起吃饭 也可以是忙碌时候的 各自奔波 所以不要再把那些试图 靠近你的人去指门外 不如从一顿饭开始 从一个微信开始 从一个共同话题开始 去交个朋友吧 愿你是真的快乐 晚安